不管白猫、黑猫、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议员的资格,而成为世界公民。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。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不争论,是为了争取时间干。 不冒一点风险,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,万无一失,谁敢说这样的话。一开始就自以为是,认为百分之百正确,没那么回事,我就从来没那么认为。 还要开放,不能关门,关起门来,信息不灵,什么追踪新技术呀,敢超世界先进水平呀,不开放是不成的。 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人们常常是夸大自己好的一面,对于自己的弱点总是原谅的,还往往把弱点看成优点。 我之所以能经受如此多的打击,是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,我从不失望,因为我知道,正是犹如大海的波浪,人在上面时而上,时而下。 我们要开出一条路出来,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,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。人才不断涌出,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。 用人要抛弃一切成件,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,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。 独立自主,自力更生,无论过去,现在和将来,都是我们的立足点。 经验本来是好的东西,如果不善于学习,就会变成坏东西。 人穷之不要短,越到困难的时候,越要有志气。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,没有一点冒的精神,没有一股气呀,静呀,就走不出一条好路,就干不出新的事业。 我们现在的危险,就是缺乏信心,就是看见困难不想办法,不当机立断。 世界天天发生变化,新的事物不断出现,新的问题不断出现,我们关系门来不行,不动脑筋永远限于落后不行。 这场风波,迟早要来,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,都决定了一定要出现这样的事情,不以人们一致为转移,怎么样做工作,也还要来的,迟早问题,大小问题。 历史在前进,我们却停滞不前,就落后了。 有点病人,我们却停滞不前,我们却停滞不前,不利我。 就让我们却停滞不前,就落后了,我们再来,连等一下。 我们俩中心理一切子。 我们俩中心理的烈,这个练乱吧。 感谢观看